毛主席说,我和朱老总没付过赏,都是这个人功劳。 开国将帅中大多是征战沙场的梦,将在战争时期所向披靡淡到了和平建设,时期很多人都不是很适应,连毛主席都说我们要打的这场仗以前没大,或是新手要从头开始学习不过,还是有一些人两手都很明不光打仗。 士孟江建设也同样是高手在我们熟悉的高层国家领导人中,有四大班子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全国人大委员长、全国政协主席。 另外两个完全靠自身实力的,一个是王震上将,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,还有一个是韦国卿上将,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。 看看韦国卿将军 韦国卿,1913年生于广西东南县,15岁就参加了革命,招明的摆色起义时,韦国卿就是其中的一名小战士。 红军长征开始时,成立了军委干部团,陈更任团长,下面有个特科营,专门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。 营长就是年仅21岁的韦国卿,足见企业出色的能力。 在整个长征时期,特科营几乎都是跟随中央机关行动,立下了汉马功劳,比如强度乌江天险,就是特科营的功劳。 1971年,毛主席在召见韦国卿时,还提起了当年韦国卿,因为保护中央而受伤的事,说, 我没有赴过赏,朱老总也没有赴过赏,韦国卿你赴伤了。 且放战争时期,韦国卿世华也二宗司令,苏北兵团司令,第十兵团政委,以擅长打土基战而闻名, 向歼灭黄围兵团,活捉杜玉明等战役中,都有韦国卿的身影, 韦国卿最值得称道的,还要数元月抗法时期。 那是1950年元旦,刚刚建国不久,越南主席胡志明来到北京, 想请中国派一支军事顾问团,去帮助越南抗法斗争。 对这样的要求,毛主席向来是很支持他,那么派谁去何事呢? 朱德、周恩来、聂荣贞同时指向了一个人,为国卿,毛主席听后,点了点头,说, 他去,我放心。 土、韦国卿陪同毛主席视察当时的新中国, 江星云集,比韦国卿更厉害也不在少数, 为什么朱老总、周从里、聂荣贞都认为,韦国卿是最佳人选? 首先,韦国卿是广西人,离越南很近,无论是水土还是生活习惯,都能很快适应。 其次,则是韦国卿既有出色的军事能力,也有优秀的政治能力。 要知道,出国援助可不像在国内,要注意的东西非常多,一旦处理不好关系,很可能会造成国际影响,因此,必须要派一位懂得卧权之道的人才行。 正如毛主席所说,顾问就是顾问,实际上就是参谋,出主意,想办法,不可当太上皇,不可包办代替,要和人家搞好团结,不要有大国思想。 而韦国卿正是死到高手,到了越南后,胡志明想让韦国卿来指挥越南军队,要是许是有,肯定当场就答应了,但韦国卿却委婉地拒绝了,只答应做顾问,负责出主意。 当然,胡志明对他的主意,也都是严挺计从,比如在昭明的电蝙蝠战役中,法国军队在美国人的支持下, 迅速占领了越南北部重镇电蝙蝠,胡志明立刻召集中将开会,研究对策,而韦国卿,自然也是做上宾。 在韦国卿的指导下,越南军队开始了对法军的反攻,使用了不到两个月后的时间, 越南军队就重新占领了电蝙蝠,并将法国军队全部俘虏,取得了越南抗法的最大胜利。 图,韦国卿又与胡志明胡志明亲笔给韦国卿写了一首诗, 百里寻军魏御军,马蹄踏翠岭投云,归来偶过山眉蝠,眉朵黄花一垫春。 据说,直到被俘,法国军队都不知道怎么输的, 德卡斯特来将军在战俘营中对审讯人员说, 真是奇异的一仗,就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败得那么快,这么惨。 说实话,直到现在,我们仍然不明白你们使用的是什么战术。 韦国轻回国后,毛主席赫帝接见了他,高兴地对彭老总说, 我说过山沟里出马列主义,现在我要说,住在山沟里的少数民族出人才。 彭总,你看对不对,彭老总连升成事。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韦国轻担任过广西省长、广东省委书记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, 并于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,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成为副国级干部。